今天我们来学习 我们星系书画院课本上的白菜画法 这就是我们完成之后 今天所画的内容 白菜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是很常见的一种蔬菜 大家应该也经常吃 然后可以再在底下加上几根胡萝卜 胡萝卜大家应该经常常见 然后可以再加上几个香菇做陪衬 补足一下这些空白的区域 我们画这个白菜 我们先从它的菜根开始 画它的菜根 找一个位置 把笔要旋起来 再画出它中间的菜根来 然后呢 画出中间的菜根来以后 我们再画它两侧的菜根 调一个白菜叶的颜色 我们先来画这个白菜叶啊 好 这样一个比较嫩一点的绿色出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找它的白菜叶 顺着它这个菜根 我们这样一笔一笔的去画 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这样简单的找一下这个白菜叶的感觉啊 一下 同学们想象一下这白菜叶的形状 我们找出来 我们来勾一下它的叶脉 找一种它叶子的感觉 勾一下它的叶脉 勾的时候呢 线条要肯定一点 大胆去勾 发错了也没有关系 白菜是不是需要用这个根来洗水啊 然后我们划上今天这个鱼 然后呢 我们划完白菜呢 可以在底下加几个胡萝卜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胡萝卜的形状呢 跟我们一开始划这个菜根 非常像 你不要加藤黄 调一个这个胡萝卜的颜色出来 我们一点一眼的去涂啊 不要着急 红色咖啡色 洗一下水 我们来涂一下这个 这样涂的颜色 看我们现在这个完全干了 就看到了这个颜色是不是没有刚才的颜色那么重了那么深了 所以有很多同学就可能遇到这种问题啊 上完国画颜色料以后呢 会感觉这个颜色自己画的非常鲜艳啊 非常的深 非常重 然后发现这个画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慢慢的颜色就像没有了一样退去了一样 其实是里面的就是干掉了啊 干掉的水分没有了以后 它画的自然而然的这个颜色呢就会变淡变淡 好我们现在可以找一个地方落款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落款了 然后呢我们盖完以后呢上面还有一些参与的颜色啊 可以就是在这个废纸上 吸水纸上可以这样擦一下 要不实验长了以后呢这个张刻的就会不清晰了 就有的地方刻不出来了 现在主要这个男的呢就是这些线条 这些长颜线条呢小朋友可能不知不好 没办法画的粗细一样呢 所以我们就要平常要多加练习 多练这种长线条 这样画长线 然后练习画的尽量粗细一样 这样有感兴趣的小朋友呢 可以让家长联系我 然后私下里可以这样单独教你 那么今天的上课内容就结束了 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